想像这样一个场景 一面前现在有50、100台电脑 如果让你给他们安装系统 用U盘一台一台的去装 显然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那有没有什么快点的办法 给他们装上系统呢 诶 PXE服务器 就能帮你快速搞定 皮量安装 而IvanToy 就是这样一款 整强版的PXE服务器 它的使用非常简单 那么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IvanToy 它到底怎么样吧 本期视频使用两台虚拟机 来作为演示 一台作为服务端 一台作为客户端 在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有线连接 不可以用WiFi 因为IvanToy自带DHCP服务 如果你连接的是路由器或交换机 还需要关闭它的DHCP服务 当然 IvanToy也是可以和第三方DHCP服务器 配合使用的 只是设置起来相对麻烦 先来看PXE服务端的设置 服务端只能有一台 将下载下载的IvanToy程序解压 IvanToy不需要安装 但不可以放置在有中文的路径 打开IvanToy文件夹 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纸文件夹 我们需要用到的主要有两个 ISO和User ISO文件夹是用于放置镜像的地方 和IvanToy一样 不管是Windows、Linux还是PE 只要将它的ISO镜像扔到这个文件夹内 启动IvanToy的时候 就能直接引导使用 User文件夹则是用于存放 自定脚本和软件的地方 如果你想在安装系统的时候 自动运行无法能驱动 或者在系统安装完毕 进入桌面使用于脚本 那么就需要将软件和脚本 放到此次文件夹 找到IvanToy-64.exe运行 会自动打开浏览器 第一页启动信息 主要用来配置本级IP 指望野马、网关这些 重点需要设置的是IP段 因为只有处于这个IP段里的客户端 才能撒描到PXE服务器 而IvanToy免费版目前只能设置20个IP 也就是说你最多能同时引导20台客户机 专业版则没有限制 旁边这个大大的绿色按钮 是启动IvanToy服务的开关 参数配置页面主要用于配置服务端的短口号 以及启动菜单 短口号处于发生冲突 否则保持默认即可 启动参数这里 如果你想要使用第三方DHCP服务器 就需要将服务器模式改为External 启动背景 GUI为图形界面 CLI为命令行 EFI文件保持默认 IvanToy允许你设置一个启动密码 最下边这个默认启动文件 则是用于无人指手安装系统 当你选择一个默认镜像后 IvanToy将它启动后直接引导该镜像 最下边是设置这个默认启动的等待时间 那个地址过滤 是用于过滤客户机的 比如你不想要IP段中的某台客户机 扫描到PXE服务器 就可以在这里将它过滤掉 在镜像管理里 可以看到你复制到ISO文件夹来的镜像文件 你可以将它们设置成默认启动像 或者为它们设置启动时的注入文件 例如万能驱动等 但注意 在注入启动文件这里填入软件的绝对路径后 IvanToy只是在安装系统的时候 将指定文件复制到X盘的根目录下 并不会主动去运行它 你还需要在下边设置这种安装脚本来配合适用 最后一页是注册信息 可以购买专业版 说完服务端 也来说PXE客户端的设置 客户机这边就相对比较简单了 只需要在BIOS里把从网络启动调到启动顺序第一位即可 当然前提是你的主板只是从网络启动 保存退组后重启电脑 看到电脑扫描到PXE服务器 稍等片刻就能进入IvanToy界面 到这里就和IvanToy一样了 选择一个镜像自己引导即可 区别只是现在这套东西都运行在PXE服务器上 而非本地硬盘 那么到这里整个IvanToy就讲的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IvanToy更像是一款面向行业的维护工具 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 其实是不太用得上的 想要使用集成多个系统的U盘防御护工具 还是IvanToy更方便一些 那把本地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沐尔斯 我们下期视频见